三姐您好 您好 我就想向您求证一下 当年您的妈妈把这个房子 过户到四姐的 四妹的名下的时候 您是知道的是吗 对 我是知道的 您知道 那您没有跟大姐 还有二妹她们说这个事 因为当初这事吧 就是我妈妈呢 就是一直好像说 就说有着意愿 就说过给她 我在家呢 从来也不主张事 也不挑事 也就是一般什么事 都是压着 我就没说过这些东西 您当时对妈妈 把她名下的房子 过户到四姐一个人的名下 您没有疑意 没有产生过心里 有其他的想法吗 我这东西还真是的 我就老实说 老妈怎么高兴就怎么着 谁是都没想到 说现在这样 太好了 这三姐这个 我通过您这一个回答 我觉得您特别的淡薄 可能对这些事 看得特别淡是吧 只要妈妈高兴 怎么样都行 所以其实几年前 您是家里其他姐妹当中 唯一一个知道这个事情的人 是吗 可以这么说 是的 但是您并没有把这个事情传开 而且也没有去在任何一个人面前 去挑拨这个事 没有 我在想 可能所有人都是知道 或者可能 我就算不知道 我听说这事 我也不是很着急 很激动 但是尤其您反应的特别过激 您会特生气 但是您反应这么过激 恰恰他们最瞒着的就是您 您在这家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角色 按说是大姐 妈妈有事应该跟老大商量 我问过我妈 我说妈你有这么大的事 您怎么不跟我说呀 我妈说的我糊涂了 我听他们的了 因为他脾气太不好 我有我的缺点 我脾气急 我脾气不好 老四就是属于那种 粘脾气 就是说什么都不言议 初步他们家庭子女 对于这个财产上初步分三个态度 第一个态度就是 我认为房屋本来就没有我的 我就不争 第二种态度是 我认为房屋应该有我的 但是我考虑到情形我不争 第三种就是 我认为房屋应该有我的 但是我得争 大姐就属于最后这一种 其他人到底属于哪一种 我们要看 对于对房屋 表态要争的态度上 也分两种 一种就像大姐这样的急先锋 我就实实在在的 有我的我就要 我不藏着野长 丈母亲好弟兄 我也不怕得罪人 你让我憋着我特难受 还有一种呢 就是很聪明的人 我想争但是我不得罪人 大姐真过来我随大溜 大姐真不过来我也不得罪人 到底你们修理姊妹哪位 属于哪一种 你们自己琢磨琢磨 我们看你们最后的表态 我们不听你们说什么 我们是特别聪明的人 吕律师因为很有经验 他办了很多类似的案件 这次来了以后 就是说也有律师嘛 大家都在场 所以解决 一下就都解决 到 到